上财版传闲话 喂 季亚大嫂 有事吗 忙个大一天孩子吧 恶恶大老要去度假 不行呀 我约好了要和浪哥挖开去巅峰山上坟 浪哥 挖开 我刚才听辉哥说 要去给你们上坟 什么 上坟 好你 辉哥 我拿你当兄弟 你却在背后圈圣我们 那这部港号三却一丝排马 就让季甲儿子假如你们 趁着自己会锻炼以哈塔的技术 这 既然吞吞不掉 那就想办法坑点 是要点辛苦费 大嫂 你也知道 这一天从早到晚带孩子很辛苦啊 我听辉哥说 晚上要和大嫂去跳舞 什么 辉哥胆子也太大了吧 这要是让月儿和大老知道 还不得把她蛋壳打碎呀 行吧行吧 我给你一弯单逼的醒酷飞 这么样 那感情好呀 听说季甲儿记不久之后 又要上架一款新皮肤 一万单逼攒着正好可以去抽奖 辉哥说他被大嫂一万单逼包养 对了个道 辉哥连做蛋的底线都不要了吗 竟然为了单逼做这种事 大嫂 儿子交给我啊 你放心 他还说和大嫂有个儿子 你戏偏 什么 挖卡 我忍不了了 走 咱们一起去找辉哥说理 今天必须教训教训他 我来 来 浪哥挖卡来得正好 我有事跟你们说 不用说了 你和大嫂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辉哥 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啊 发上什么事了 还在装糊涂 你是不是和大嫂约好 晚上要一起去跳舞 啊 还被大嫂一万单币包养 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儿子 啊 不是 这都是什么呀 你们从哪听的谣言 刚才大嫂打电话时说啊 给我一万单币 让我帮忙带一篇借假儿子 什么 听我解释 这都是误会呀 好啊 原来是你在穿新话 给你个大嫂 打他 来 兄弟们 想看我们教训小镖头的 点个赞哈 我错了 别打了 我再也不瞎传了 浪哥 挖卡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为了惩罚你们清晰谣言 我决定 让你们和我一起来带孩子 深夜别想跑 啊 凄 这张练在一起的地图 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伤 来吧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来体验体验 连两一组配合闯关 儿子 希望你不要拖我后腿哦 放心吧 微叔叔 拿来吧你们 啊 得 咱也别太苛刻了 开心就行 呦 那我和挖卡就先进一步了 做兄弟多年 这点配合 还是拿不住我们的 儿子 没事啊 咱们需要摸合一下 待会就可以追上他们 抽啊 你看看 那两位叔叔卡关了 这就是咱们反车的好机会 走 诺哥 你行不行啊 不要再捣乱了 咱现在可是拴在一根身上的蚂蚱 嘿 太开心了 还是和叔叔们在一起更快乐 挺飞了 哎 儿子 你灰树还没抓住呢 怎么就飞了 哈哈 叔叔们 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登顶通关 加油 啊 通关 我了个字 这怎么还往这儿引人呢 活干呀 让你们瞎传话 不然我也不会拉着你们一起来 嘿嘿嘿嘿嘿嘿 灰哥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不辛苦 运狐 叔叔们 再见 有时间了 我还来找你们玩 哎呦啊 兄弟们 以后这种活 可不能乱接了呀